新阿尔良消防局发言人称 救援人员将在29日早间开始从湖中打捞飞机 这架小飞机坠入位于新阿尔良湖畔机场附近的庞恰特雷恩湖 获救人员已被送医治疗 尚不清楚其情况 发言人还称这架飞机在出事时正进行训练飞行 但不清楚是何人受训 也不清楚进行的是何种训练 据报道 发生事故的是一架塞斯纳教练机 这架飞机在27日晚8时30分左右坠入庞恰特雷恩湖 当天事发之后 新阿尔良警局搜救潜水人员和海岸防卫队 在现场率领搜救任务 新阿尔良消防局也加入了搜救行动 一名女子在湖上获救 媒体28日未能获知这名女子的情况